近日,近百名美国专家公开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信中称,美国敌视中国并试图将中国与全球经济脱钩,将伤害所有国家经济利益。 中国为何对世界经济这么重要?7月22日,多位北京专家在一场研讨会上给出理由。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9年至2018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4%,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8%左右,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新兴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李大为表示, 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欧日等深陷危机,中国在该轮全球经济复苏中发挥引领作用,先与美国、欧盟等经济体实现GDP增速回升。 中国一直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需求测方面,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我们的生产能力的不断升级, 设为世界各国创造了很多巨大的需求。从供给侧来看,我们国家设为优化全球生产要素配置,扩大全球生产可能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即便当前全球经济重回下行周期,中国依然保持平稳发展态势。 201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6.3%,继续领跑全球主要经济体。 我国市场规模巨大,人力人才资源丰富,这个产业配套是齐全的新动能快速增长,因此呢,这个宏观调度基本上可以达到预期目标。 中国仍然是世界,我们称之为是四大增长了,经济增长,贸易增长,投资增长,以及消费增长的最大的动力支援。 中方曾多次表示,希望中国外贸发展在汇集本国经济和人民的同时,带动所有贸易伙伴共同繁荣,汇集全球经济和世界各国人民。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所长李伟介绍,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贸易伙伴。 2018年,我们吸收了全球2.1万亿美元的进口,增长了15.8%,而且我们中国国内促消费的这些政策,包括我们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也能让世界各个国家都能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市场红利。 此外,中国还带动了全世界就业增长。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执行院长林贵军提供的数据显示,在2007年时, 中国出口带动全世界就业已达441.5万人,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其中带动美国就业27万人。 与此同时,中国在5G等前沿领域的突破,也将推动其他国家技术进步。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其实有很独特特点,它不仅是物美,而且它一定是价廉的。 非洲,大概70%的IT的主刊网络是由中国来建设的。 在谈到全球经济秩序建设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王永明指出, 中国不是现行秩序的推翻者,而是推动者。 现行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它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较大的机遇和空间。 但王永明也指出,当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仍然存在诸多不合理、不民主、不合适的地方, 只有对其进行改革完善,才能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构建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